从前只知道蓝台有个综艺导演叫姚一天 因为他接手泡男之后 在大换学之前确实看点很足 如今又知道了一位蓝台导演 他叫梧桐 对于大家知道他的原因 相信很多观众都深有感触 那就是他接手青春环游季后 把第二季指导的风生水起 而且因为多次出镜 也给观众们留下了不少的印象 但是对于导演出镜这件事情 其实从目前来看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作为导演一般都是幕后 但是梧桐却走到了幕前这样的操作 只要自己有一丝错误 就会被无限放大 甚至导致梧桐自己都说了 十万私信不敢看 其实当时听到梧桐诉苦十万私信的时候 还是蛮心疼他的 毕竟从当时来看 演员的诞生 王牌都王牌 青春环游季二 中国好声音四 都是出自他手 才华还是蛮让人欣赏的 而如今的梧桐算是彻底翻车了 能探探案 豆瓣评分一跌再跌 对于梧桐如今的动向 观众们还是十分清楚的 正在和孙宏雷 梁子 纳英 杨迪 沙益 王子涛 宋亚轩等人一起录制新综艺 蒙探探探案 对于该综艺其实在播出前还是蛮期待的 毕竟这一次邀请的嘉宾 除了宋亚轩之外 皆是早已成名的演员 而且剧本上类似的综艺 也确实是迎合了当下年轻人生活中的热点 然而播出之后 却没想象的 那么让人满意 从目前播出的几期来看 蒙探无非就是在影视IP背景下 嘉宾们cosplay玩各种综艺小游戏 玩的还是梧桐的综艺里那些常见套路 搜证和推理环节几乎为零 梧桐的综艺里最喜欢搞的就是 经典影视情怀杀 加煽情 加才艺展示 蒙探里 每期玩的就是一个经典影视IP 前三个分别是浅浮 庆余年 还珠格格 但这些IP只是一个壳 噱头 明星们在整个推理游戏过程中 跟IP的角色和剧情几乎是没有关系的 IP最有用 就是拿来搞情怀杀 然后称热搜话题 这方面节目组还是很舍得花钱的 请不少老戏骨来演NPC 甚至又请了张铁林来演黄阿玛了 在潜伏IP里 看着孙宏雷 应急红眼眶 对着曾经合作的老群演说 《煽情的话》实在太尴尬 蒙探加入各种跟推理无关的游戏环节 比如才艺展示 所以我们有幸 欣赏到黄子涛 宋亚轩 又唱又跳 来逗NPC开心 好好展示才艺也就算了 问题是绝大多数的才艺展示都极其敷衍 毫无观赏性可言 就是尬玩 还有不少游戏在别的综艺里 屡见不鲜了 比如玩凑谎仪时 明星们相互问各种八卦的问题 玩默契度考验时 节目组又问了很多八卦明星们私生活的问题 明星们靠演技用箱子带走金条的游戏 不久前 在王牌对王牌上就见到过 真担心接下来 梧桐把王牌最经典的传声筒 你话我猜也搬过来 梧桐还博彩正常 充分发挥拿来主意 在第三期里 硬生生搞了元气满满的哥哥里 最受好评的捉迷藏类似环节 搞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环节 真正的搜证 和推理环节时长占比都不到十分之一 就拿第三期来说 两个小时的节目 开场该玩15分钟 加捉迷藏30分钟 加默契度大考验18分钟 剩下来的时间里 还有大量毫无意义的争辩 而且推理环节如同儿戏 完全没有所谓的沉浸式体验 有个环节是让嘉宾们 从十碗水里挑出一碗纯净水 赢得了就获得游戏道具 王子涛的方法是直接偷道具 侦探类综艺 很重要的环节是让嘉宾们 自己搜证据找线索 而蒙探里获得线索的方式 就是玩游戏做任务 为了凑时长 优势得到的线索 就是去下一个地点继续做任务 所以也就最终得到的线索 有一点用 像清云年IP里 也就是最后得到的线索有用 通过一些特征 让大家猜谁是凶手 就算在这少得可怜的推理环节 王子涛 纳英 孙宏雷等嘉宾 还是拿出极限挑战的那种借 老是略过推理分析 要么靠直觉 要么就是纯靠游戏表现 来判断谁是凶手 吵得不可开交 特别是王子涛 每次都大声吵个不停 过早的像耳边赶不走的苍蝇 目前清云年IP里 最会玩的也就是 飞行嘉宾张若云 他显然也受不了这种玩法 几次提醒大家把重心 拉回到按线索推理上来 但仅靠他一个人 实在带不动这帮 放飞自我的常驻嘉宾 此外明星们玩影视IP时 根本就没投入 一方面 节目组的游戏设置 会常cue到 明星本人相关内容 让他们出戏 另一方面 从游戏表现来看 明星们也不太了解 IP的角色和剧情 常忘了自己扮演的角色 也忘记了别人的角色名 动不动就cue对方真名 字幕组还要强行 把字幕打成角色名 这样一来 不仅明星不入戏 观众也很出戏 所以这就是一档 挂羊头卖狗肉的推理真人秀 松红雷 杨子难挑大梁 要说这档综艺中 从目前播出的四期来看 唯有松红雷和杨子 最具有看点了 松红雷的几条是 综艺感还是深得 观众喜爱的 以假乱真和真情流露 充斥了整档综艺 杨子也给人十分欢乐的感觉 虽然在这一堆明星中 杨子可能并不是演技最好的 但是杨子绝对是 带给观众最欢乐的小猴子 然而就是这样的两位 也难以让这档节目落个好口碑 最终原因 无疑就是因为导演问题了 评论区一片声讨 梧桐彻底翻车 被指浪费资源 对于这档综艺 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感觉 那就是 虽然是以剧本杀 或者是探案类的模式展开的综艺 但是其中很多时候 感觉有些大材小用 邀请了最强的阵容 飞行嘉宾也全部是回忆杀 结果却仿佛有种 王牌对王牌 或者是明星大侦探的感觉 这无疑很有一种浪费资源的感觉 这让观众有种 对梧桐江郎才尽的感觉 不得不说 梧桐这一次算是彻底翻车了 当然了 如果你简单把它当成一个下饭综艺 突然感觉也还行 毕竟节目组的欢托 超乎了观众的想象 前有娜英姐不耐烦导演安排的 隐藏任务 两次三番拉黑节目组 后有黄子涛啥也不会 就会搅浑水 本以为能够看到各种逻辑 缜密心思细腻的推理过程 没有想到节目组请来的 都是一群只会凭借直觉投票的菜鸡 所以蒙探探探案 这档节目出圈就出圈在 大家都以为这会是一档 充满悬疑氛围的解密综艺 没有想到被嘉宾们 变成了大型cosplay回忆杀 这也正是为何蒙探探探案 每期更新时 都能成为全网热度第一的综艺 一期一个主题 导演会选择一部经典影视作品 让嘉宾们向经典致敬的同时 通过各自的身份信息 还有信息推导出真正的凶手是谁 虽然大家解密方面能力 弱到被张若云这样的高端玩家 嘲笑的体无完肤 但是不得不说 他们全程蒙的样子实在太好笑了 而在最新一期的蒙探探探案中 节目组更是大胆的选择了 全民回忆杀 还祝哥哥 还把皇阿玛 皇后和秦儿 全部请到了节目现场 并且设计了一个真假紫微的剧本 这场节目一出来 不少观众都感动的不行 仿佛回到了 少年时那个碰着冰西瓜 吹着电风扇 在昏昏日睡的炎炎夏日 观看还祝哥哥一次又一次重播的暑假 当皇上皇后还有秦儿等原班人马 登场亮相的时候 对于所有观众来说 都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动和怀旧 并且这一期节目除了回忆杀之外 也是充满看点 比如在观众们都在格外好奇 蒙探们能够在还祝哥哥这个剧本中 扮演什么角色的时候 导演组剑走偏锋一下子安排了三位紫薇 孙别是有杨子扮演的紫紫薇 黄紫涛扮演的黄紫薇 以及洪雷哥扮演的洪紫薇 除了杨子的奇装扮相 出出可怜有那么几分紫薇的韵味之外 无论是黄紫涛还是孙洪雷 从台词到夸张的表演都要笑死观众 当三位紫薇一同勇闯皇宫去认爹 见到张铁林失联的黄阿玛之后 更是拾尽了浑身解数 疯狂证明另外两个都是冒牌货 自己才是那个货真价实的民间明珠 比如杨子 眨把着大眼睛说出那段 山雾棱 天地和才敢与君爵的经典台词 让观众一下子就觉得 他仿佛掌握了开启还祝哥哥副本的终极密码 王子涛则一口咬定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危 另外两个就是假的 哪怕自己拿不出任何技能和信物 证明自己的身份 以至于被众人怀疑 他也毫不露怯的挨个儿怼回去 别的不说自信心绝对满分 宋红雷更适宜见到黄阿玛 就来一个跪拜大礼 直接跳过为自己辩解和证明身份的环节 对着张铁林就喊吧 逗得老朋友乐得合不拢嘴 不得不说红雷哥这一波操作也太拼了吧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杨子为了不让众人发现宝物 于是费心尽力用墨汁把烟灰缸 伪装成了一个宴台 又在黄子涛刚刚起了疑心的时候 用气球转移对方的视线 最后更是想方设法的 想出了800个话题 去混淆大家的注意力 不断的打岔 也不断的往真相中添加其他东西 去搅浑水 最后成功完成任务的时候 简直让屏幕外的观众 跟着松了一口气 与杨子的拼命相对照的 则是理直气壮 自信了三期的黄子涛 在最新播出的这一期节目中 终于慢慢的摸清楚了节目组的套路 也开始套路起了别人 甚至还一边信誓旦旦的说着 我们彼此之间要真诚 不要玩套路 一边疯狂的给其他嘉宾下套 最终成功取得环珠格格 这一主题的胜利 看来曾经又憨又懵又自信的黄子涛 要一去不复返了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是否也看了 最新播出的这一期 蒙探探探案 这一期节目有没有勾起你内心的回忆呢